字幕作词 李宗盛 咦 手机便宜了 买4,735元 我刚刚想买个智能手机 不如买了它吧 不用急 先走走 说不定有其他款式的手机 又適合你的心意 价钱又便宜些 好 那我们继续走 随便看 我在想 不如买相机给子女 等他们学一下拍照 也好 这部相机2,113元 如果要买刚才那部手机 和这部相机 那总共要多少钱呢 等我计算一下 总共是9,848元 没理由那么多 不过你肯定是按错数字 一部手机就是4,735元 即大约是5,000元 一部相机就是2,113元 即大约2,000元 5000加2000 即大约是7,000 所以应该是7,000元 是啊 可能我把4按了7,000元 等我再计算 答案应该是6,848元 那就更合理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估算的方法 去检查一下答案是否合理 那我们现在一起计算一下 看看答案是否6,848 将4,735 加2,113 对齐位值相同的数字 然后相加 先加个位的数 再加10位的数 跟住加8位的数 最后加1,000位的数 最后加1,000位的数 就算到6,848 反正也是 不如买一部多些功能的相机 就像这一部相机 除了拍照之外 就多了高清拍摄短片的功能 那也好 不过这部相机要2,785元 如果要买这部相机 和刚才那部手机 总共要多少钱呢 我已经算了 总共是7,520元 我们又试下计 看看他们计得对不对 将4,735 加2,785 对齐位值相同的数字 然后相加 先加个位的数字 加上是10 那就要进1到10位 剩下0 10位的数字 加上是12 即是要进1到8位 剩下2 8位的数字 加上是15 即是要进1到1000位 剩下5 最后千位的数字 加上是7 答案就等于7520 所以他计算出来的答案是对的 这部多些功能的相机 就要2785元 刚才那部少些功能的相机 就2113元 价钱都是相差几百元 不过这部就有多些功能 那物有所值 不过都是考虑清楚才决定买不买 嗯 好啊 那再看看吧 究竟价钱相差多少呢 相差的意思就是将较大的数 减去较小的数 我们一起看一下价钱相差多少 将2785 减去2113 对齐位值相同的数字 然后相减 先减个位的数 再减十位的数 跟住减八位的数 最后减千位的数 这个零可以不用写 就算到672了 刚才那题数 是没有退位的减法的 现在我们试下计 有关退位的减法吧 在输钱里面 上午就有2670人入场参观 下午就有1875人入场参观 那上午的参观人数 比下午的参观人数 多了多少个人呢 即是将2670 减去1875 先减个位数字 0不够减5 就要在10位退1 个位变做10 10减5 得5 接着减10位数字 6不够减7 在8位退1 10位变做16 16减7得9 再减8位数字 5不够减8 在1000位退1 8位变做15 15减8得7 最后减1000位数字 1减1得0 0不用写 答案就是795 即是上午参观的人数 比下午的多795人 我们现在试试用估算的方法 看看计算出来的答案 是否合理 上午入场观看的人数 有2670人 即是大约有3000人 下午入场观看的人数 有1875人 即是大约是2000人 将3000减去2000 等于1000 即是上午入场观看的人数 比下午多出大约1000人 而计算出来的答案 7895是很接近1000 所以计算出来的答案是合理的 八哥说有一条数字想问问你 即是问吧 由一家水果店 本来就有苹果3006个 卖了1358个之后 那还剩下多少个? 哦,很简单 就是减数就可以了 将3006减1358 那就会剩下多少个苹果 3006减1358 6不够减8 要在10位退1 咦?10位的数字是0 没有一退 就要在8位退1 8位上的数字都是0 那就要在1000位退1 先将8位变成10 跟住8位退1 变成10位的10 然后10位退1 变成个位的10 现在个位是16 那就够减8了 这题减数很特别 要3次退1 才可以计算到个位上的数字 这个是由于10位和8位上的数字都是0 所以要在1000位开始退1 现在我懂得如何计算 16减8得8 9减5得4 9减3得6 2减1得1 答案是1648 没错 爹地 明天是假期 打算带我们去哪里玩 我打算带你们去九龙寨城公园玩 为什么会带我们去这个公园玩 因为九龙寨城公园的前身九龙寨城 是香港近代历史其中一个重要遗迹 它有什么特色 快点告诉我们 那你就快点告诉他们 那好吧 债城以前是一个驻军的地方 后来就建了城墙和寮望台 增强了防卫的力量 里面有了官府和衙门 这就成为了债城 现在债城的位置 已经改建成有方南园林景志的公园 不少债城的文物都保留了来被人参观 什么香港以前有债城的? 不过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因为在1898年 英国向清政府租借新界 为期九十九年 没多久英国就赶走清政府官员 债城从此就荒废了 刚才爸爸不是说过 债城的位置已经改建成今天的九龙债城公园 什么?1898年就借了给英国 为期九十九年 那即是什么时候才还? 那也不知道 让我计算给你看 没错了 九七年回归就是这样来的 其实我们都可以这样计 一样可以计到答案 1898加99 将加99写成一百减一 1898加100减一 就是一千九百九十八减一 就是等于一千九百九十七 这样计算也可以计到答案 等我出题数考下你们 看看你们懂不懂计算 八千减去一千四百九十八 是等于多少呢? 等我计算吧 八千减一千四百九十八 咦? 那不就要退三次位 才计算到个位上的数字 嗯,我给你提示了 二十减九 即是二十减十 再加一等于十一 八千减一千四百九十八 可以将减一千四百九十八 写成减一千五百 再加二 亦即是减一千 减五百加二 八千减一千 就是七千 再减五百 就是六千五百 三十,最后加二 答案就是六千五百零二 好聪明 好聪明 看见你们这么有兴趣讨论数学问题 不如你们帮我解决这条数学题 好啊 我现在帮我们座大厦的业主委员会 在筹备春季旅行 根据资料就大约有二十个人参加 我就打过价格了 走楼五线的费用就要五千七百元 车租就二千六百六十元 买礼物抽奖就要一千三百四十元 那总开支要多少呢? 等我计算给你们看 将三个费用加上 先加个位 等于零 十位的数字 加上十 进一剩下零 到八位的数字 先将七和三加上 因为他们刚刚好加上十 再加六和一 就得到十七 于是进一剩下七 最后千位的数字加上是九 所以总支出就是九千七百元 不过我们预算的总开支要在九千元之内 现在的总开支是九千七百元 就是已经过了我们的预算 那怎么办 唯有找便宜点的酒楼 或者找便宜点的旅游包公司 这间酒楼的五线费用便宜点 只要四千九百元 这间酒楼的五线费用要四千九百元 那做支出又会是多少呢 今次就等我算一下 就之前算到的九千七百元 减去酒楼五线的费用五千七百元 然后加上新的酒楼五线费用四千九百元 那现在的总支出就是八千九百元 那就可以在预算范围之内 刚才的数学问题 我们都可以将租车的费用二千六百六十元 礼物的抽奖费用一千三百四十元 和酒楼的五线费用四千九百元加上 总支出一样是等于八千九百元 那就不用又加又减了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很多时候都会遇到需要运用加法和减法去计算的情况 所以你们要好好学习 掌握他们的计算方法 这样就可以解决日后需要运用到加和减去计算的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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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